绿营各路人马 针对韩国瑜所谓的 征服宇宙说 大力的抨击 认为韩国瑜 太过自大傲慢 韩国瑜隐忍起天之后 今天利用高雄市议会 总职群的空档 做出了回应 所谓的征服宇宙 这个观念是什么 告诉我们是 征服宇宙 我也很想和写想知道 这是二十年前 我对一些小孩子 大概从五岁到十八岁 美丽的四句话 就是我认为下一代 台湾的下一代 很小的小孩子 就是应该要胸怀壮志 叫做立足台湾 胸怀大陆 放野世界 征服宇宙 二十年前我讲的话 最近大家一直不停地批判 其实这个是鼓励小孩子 我们晚上看到满天的 星星在天空之中 对整个宇宙穷昌 产生了大好奇 那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应该不要畏惧任何挑战 因为台湾没有资源 台湾没有资源 台湾不是阿拉伯 这么多的石油 也不是南非 这么多的黄金钻石 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的孩子 必须要无畏的隐气 那二十世纪 太空探索 二十一世纪是穿越时空 所以如果小孩子 从小就有这种畏惧 不怕挑战 敢探索任何整个天际的神秘的话 这是培养一代还是下一代 我觉得是有需要的 而且下一代小孩子也太空人了 所以我在二十多年前讲的这句话 我没有想到最近 一直被打被打被打 我觉得是非常的奇怪 所以 翻演世界 征服宇宙 是希望台湾下一代的小朋友们 都可以放在心里面 心胸打开 迎接一切的神奇 韩国瑜再次强调 征服宇宙说 是二十多年前 他鼓励孩子的期许 对绿营一花节目 乱讲一通的说法 相当的不以为然 美国每天电视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